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了今天是4月25號來玩我們的天地劫幽城再臨 上一期已經晚晚莫遲到了嘛 那想要挑戰的話 我會把那個位置稍微告訴大家一下 就是救人的位置 但是我建議你最好是有買那個回旗啦 沒有回旗的話很難開 很難救人 變成說裡面只能回一次旗的話 很難救到全部人一口氣 就要一直花時間嘗試 這邊至少有三個嘛 無毒無害 無眼無珠 無口無牙 無毒無牙的話 無毒無害就是你要裝牙齒嘛 眼睛還有網 這個網比較麻煩因為它是範圍技能 然後無眼無珠嘛 所以說你要有牙被假毒線 那無毒無害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無毒無害 所以你就裝這三個 牙 眼 王 那它開出角色的方式也是一樣 跟上次一樣 我們來進來一下好了 我就開一次給大家看 很難開很難開 試試看 我一樣跟上一期的組合用一樣 基本上戰力沒什麼變化啊 只有陰劍平有稍微升幾百戰力而已啊 這個位置一樣是那個俠客 如果你有回騎的話就可以一直一直嘗試嘛 好這樣就是沒開到沒開到你就回騎一下 回騎之後我的建議是你就做其他事情 你就做其他事情比如說打打boss啊 改變一下你上一回合有做過的事情 可是因為我只能回一時期啊 所以我建議你竟然是不要用 不要用到 但是這樣就要花時間了 好開出來了有沒有 那因為它有網嘛 然後我如果這隻蜘蛛扛不住會被殺 然後我這一隻 超無敏也會受傷 然後它因為殺死一隻角色 它又可以 再次行動 你們看喔 你們看它的技能 呃 我看一下喔 反正它好像有一個再次行動的東西啦 就是可以多打一次 我看一下是哪一個啊 這邊看不出來 好 所以我覺得我的草窩名就要躲旁邊一下 我就先不要打解 這樣大家知道了嗎 如果你有很多回騎的話 你有八次回騎你有買的話 這個就會很好開 那我沒有 你看第一次失敗啊 那我可以利用 打個boss啊 改變一下我這上一回合做的事情 就有機會可以開 一樣我們就先開那個 慕容針吧 開不出來就 沒有了 對這樣就沒有了 我就只能重來了 慕容針開出來再開 都是要拼機率 機率不太高 機率不太高 尤其是我沒有回騎就只能嘗試啦 我今天有先開一次全開出來 然後我確定是這個 這個也是 救人的 這個撿的位置也是這樣 但是我想要再開就 開不太出來 因為你要三隻剛好開出來就有點難 畢竟我們回騎只有一步而已 所以我建議還是要花啦 到時候台服出的話 我可能會買吧 可能啦 不一定 反正那才 很便宜啊 才30塊而已 對不對 桌上的一杯飲料都五六十塊了 怎麼會在意這30塊呢 是嗎 好 所以說這個任務要解的話 我看一下喔 還有 還有10天啦 慢慢玩好不好 每天可以玩兩次喔 我今天都還沒打 主要是我的那個 皮膚已經拿到了啊 皮膚已經拿到了啊 這個才死而已啊 紅光才死而已 看你要不要打啦 30個體力 30個體力你刷那個創命之間 比較好吧 我覺得 創命給的那個 魂光還有魂石 比較好 比較多 你可以把它轉成你的經驗值 好大概是這樣吧 所以莫子到的話 一樣啊如果你沒有買回騎的話 很辛苦 這基本的花費還是要花下去 我覺得他的設計就是 設計來讓你一直回騎的 回騎我當初以為回騎不是你失誤嗎 那你盡量不要失誤就好了 那很抱歉他現在的火騎是機率 火騎才可以有這些機率 好6塊人民幣 8次吧 8次 好那來看一下三盒子吧 3盒子是這個啦很重要我覺得很重要 那為什麼很重要因為這邊顯赫之後可以拿到這個 絕瓶的這個飾品 總共有4個部件嘛然後就 這4個地方都有 好這是頭然後這個是 手 那前面這個是身體還有這個 腰 顯赫的時候所以我最近先把我的天輔之鬼衝到顯赫 衝完之後我要衝賽萬 之後我要衝邊境 然後最後再衝西夏吧我應該會這樣 好我現在啦想要來衝的是聲望不是 是去拿這些東西因為這些東西 沒什麼用 你後來練得差不多之後沒什麼用因為你會卡就是會卡 所以說除了每天要拿那個行外三盒 兩個三個四個嘛 這三個是這樣然後之後就是要來衝聲望 把地獄聲望給衝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 商店換 那去商店換的話很尷尬的是這邊 聲望商法的話需要這個銅幣 我銅幣越來越少反正銅幣不太夠用 所以我覺得這遊戲銅幣也很重要 一開始覺得銅幣都用不完啦 但是我錯啦當你在練那些渾死的時候銅幣就花很快 真的 好那這邊就是要來 買這些到時候顯赫的這些 什麼靈運史這邊也有啊然後這絕品的東西這邊都有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製作 製作的話就需要 比較那個好的比較進階的石頭吧 我們來看一下四品嘛 像這邊是要這個 上的泰旋石嘛 那到時候你絕品的話需要那種紅色的 那我好像才36顆啊 也是打那個莫子道給的吧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東 玉的泰旋石 很多資源是這樣 你一開始看不懂他幹嘛 久了久吃玩到畫面你都功能開了 你就需要了 這個要做絕品的嘛 來源的話在這邊你要分解幾品的 奇遇 山圖川 我打得很爛 沒什麼打 然後奇遇的話也很麻煩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奇遇平衡做差了 奇遇平衡度有問題 就是 我51等的時候還打得動奇遇啊 那我5253之後 我的位階一直升嘛 可是我的角色只有 冰璃牆而已啊 那其他角色都不到1000出頭嘛 1000出頭就打不動 會被秒殺 我覺得可能就是他遊戲的平衡度可能就是50以後 每一隻都要2000以上吧 戰力 雖然奇遇都打不動啊 你可能會包圍啊 你可能要跟人家對 對抗啊 很麻煩 奇遇從我很嫩的時候 又覺得奇遇平衡度很差 那奇遇沒辦法做的話 很麻煩 這歷練那邊就不能解 解不完每日任務 然後這邊 完成所有每日任務也做不了 像我已經連續兩天沒做完 因為奇遇太難了 我53位階我打不動 因為我的戰力 簡單說我的位階 太高 我的戰力太低 因為奇遇是他會隨著你的等級提升他就變強 他是不固定的 他是看你的 看你的這個位階 他設定已經固定 所以就很麻煩 不知道他這個以後會不會改 平衡度要不要改一下 我覺得很不平衡 就玩起來很痛苦 只是一個地圖上的奇遇任務而已 怎麼可以搞得這麼難 又不是什麼關卡任務 你說十字系我被卡了 我認了嘛 因為我不認真嘛 對不對 沒有太認真的話 有時候你會卡很正常 我這還沒卡 這個應該可以過 因為這邊還好 大概是這樣吧 所以奇遇我不得不抱怨 那怎麼辦 除非就是你 你的位階每天就不要去領這些 領這些歷練 不要領 盡量不要升那麼快 純歷練就不要領 可是位階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卡在我們的五內 五內也會卡 然後還有你的那個魂石 魂石絕品的要25位階的話可以練到25等 大家應該知道吧魂石 我來看一下魂石 你們看到這個 我練不了了嘛 然後他 提醒我要55位階 隊伍的 才可以在練 練到25 上限是25位階 所以說你要充戰力的話 還是得充位階 然後有了位階之後你才可以來充這個 這個魂石 所以我認為你要充戰力的人你這個 體力一定要 買很多 每天都要買完 那我沒有每天就只有買個兩次吧 花100金石 十字金 然後就刷那個 創命之間 創命之間就每天要刷 我覺得創命之間是所有副本裡面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練我們的那個獸魂石 這邊可以掉魂光嘛還有魂石 那現在我就覺得那個 還補練越來越重要 同情我不太夠用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有稍微打一場這個40等的 你看我以前那個 35等的有沒有 掃蕩器 我現在不夠是不是 我那時候好像沒有打完 就是我的那個 沒有全部殺死 因為我在測試 我故意放掉幾隻看看會怎樣 反正我今天40位接就打完 可能要再爬一下 我這40位接我就全部殺死了 畢竟我也50幾的嘛 他們都是秒殺啦 就是要帶多一點AOE吧 偏偏我的宙斯又不夠多 好 那來抽一下角色吧 來抽一下角色 那我這個號已經沒有抽抽券了 我待會開個小號 開個小號來抽一下這個 10輪召喚好了 我也被炸乾了 我也被炸乾了 只剩10隻金了 已經沒有10隻印了 好慘 遊戲已經玩一個多月了 開服到現在一個多月 3月11號開服了嗎 那已經開一個 半月了 一個半月 40幾天了 45天左右 那我來換個號吧 好來吧這是我的小號 小號的話大概培養一個禮拜而已啊 就沒有完了 就每天等度 少少少少當一下而已 那小號的話 這個號是有 手抽那個誰 風寒月 風寒月不錯用啦 但是現在莫子到的話 需要的是 炎屬性 搞不好到時候台服開的話 手抽 英劍品也不錯啊 對吧 不知道啦 在看台服怎麼樣 搞不好半禮後都不會開 有點慘 好你看這個小號隨便做任務 少當一下就做完了 如果你願意做的話 所以小號是空有位階也沒有站立 好來吧 好92抽所以我可以保底呀 沒問題 我希望抽到一些我沒有的角色來玩 像是 像是 夏侯儀呀 或是 葛雲儀呀 還有其他的新角 一些角色我沒有的話 風靈醫生我也沒有 最強的兩隻奶媽我都沒有 然後夏侯儀我也沒有 希望抽個夏侯儀吧 木龍玄姬我有兩個號都抽到 抽到兩次 OK來吧 10人抽 覺得 台 台灣玩家玩天地劫越來越少吧 從我的頻道看得出來 看的人越來越少啦 可能就沒玩了吧就氣掉了 就先藏線一下 這個是司徒鷹吧 司徒鷹沒有很好用 好20抽 就是主要還是要等台服嗎 台服出才會想要投入 才會想要課金呀 我會想要花啦 花來玩一下 我抽到了20抽抽到了 神抽神抽 我覺得是這樣 新手大概230抽都會抽到 我每次每個帳號新手 2030抽都會抽到 因為我到目前為止 玩了5個帳號 大部分都是20抽或30抽 會抽到第一隻絕屏角色 我有啦 我已經抽到3隻了 木龍玄機雷系咒絲也不差啦 也不差啦 我繼續吧 好繼續 因為還可以在保底 這邊20抽的話 是1780吧 1760 88嘛 乘以2 1768 1760啊 對啊 OK 30抽 我覺得通常 第2個絕品我常常都是560抽才會出 好的因為這個號沒抽過所以基本上只要是幾品的都是新的 是時候因為絕品的很 卓越卓品的很少 我又抽到了40抽抽到 這運氣是不是太好啦 小號的運氣真好啊 所以到時候你們要多玩幾個號 然後選一個你開局最好的 開下去 不是這樣覺得啦 好黑龍我有啦 很正常啊 好謝魚 好咱們繼續啊 繼續啊 40抽兩隻嘛 來50抽 好像這次沒有啦 沒有就跳過吧 好 這隻是那個誰啊 英鳳人 如果沒有冰璃的話就用他吧 但是他蠻爛的 也是冰系俠客 60抽 60抽 爽爽抽爽爽抽 60抽 70抽了 70抽了 好我應該沒有了吧 感覺要買的 對 好90抽 對啊我好像是9192嘛 就抽到一個鐵位嘛然後一個咒絲 90抽 好90抽沒有 好沒有了我已經沒了 機率的部分 呃 這邊已經3.5%了所以應該快出了啦 好100抽 有了100抽 那目前100抽3隻嘛 要抽到我沒有的比較難 沒有就那幾隻嘛 這隻剛剛有出現 好風鈴聲 買嗎 我叫做風鈴聲 看在我年紀大你幾歲 呵呵 風姐姐 他沒看什麼是疑地風姐姐 好 所以說 我是覺得這個一般詞啦應該是所有角色都有 所有的絕品都有 應該啦 除非那個新的角可能還沒出 有一些新角他沒丟進去 風鈴聲是上一期的啊 好那我100抽抽到了3隻 還可以吧100抽抽3隻已經很厲害了我覺得很厲害 以新手來說 呵呵 他還送我這個耶 完全沒參加活動他直接送我 就上次不是bug嗎 bug 然後那個活動完全我都沒參加啊他好像直接送我們 防腐生啊 防腐生好像 沒有人說他很好用 感覺一般我自己有用啊 但是就稍微用一下而已 好這邊 莫容玄機 蟹魚 風鈴聲 那下一期就 我就來玩一下風鈴聲吧 好不好來看一下 再次行動好像很厲害 他有個技能再次行動 是哪一個啊 學陣服 是這個嗎 不是啊 沒有啊 沒看到 再次行動 難道是大招不可能吧 他們 這個嗎 這一個啦 就是這個 一開始就能用啦 這個字我不會唸 順什麼神儀的 不要亂唸 好就這一個 那就下一期來玩一下吧 看他走上無牌下乳吧 研究一下 這次是目前最強的奶嗎 風鈴聲 好好喔 好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好吧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號的風鈴聲大家排名是怎樣 這個伺服器比較新啊 3000多 那那個風含月雷風含月算應該大家會練吧 也是3000多耶 因為我這個號沒有冰禮我不知道 不太能比較 好就這樣吧 至少抽到了一個星角可以玩 好的我是漢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贊 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拜拜 如果你不在這世上 我也 我也 我也不能一個人活下去